公會能然拒絕收受這份律師函 我們明天不排除 對公會提出相關的刑事告訴 拿出推高函下達最後通牒 長榮自放律師晚間來到罷工棚 立刻引發公會反彈 希望我們公會的人員 能夠在明天上午10點 將這些會員們的三寶正本 送交到現場警衛室 長榮要求在26號上午10點前 歸還三十二份三寶正本 否則將要提告 而公會方面拒收催告 韓持續呼喊口號抗議 與其搞這些律師這邊的小動作 還不如趕快請跟公會坐上談判桌 公會通知長榮不要找律師來做小動作 雙方關係持續惡化 長榮航空也出招反擊 26號上午通知空服員到律師事務所 委託報案幫忙辦新護照 限時四個小時費用由公司吸收 長榮更表示6月25號 已經有100人委託公司取回護照 截至26號下午2點 又有200人想歸隊 回顧台灣民航史上的罷工事件 2016年6月 華航空服員罷工只花了三天 雙方順利達成協議 2019年華航機師選在最繁忙的純潔罷工 歷經160個小時將近一個禮拜才宣告落幕 四個月後長榮空服也宣布罷工 從6月20號下午4點至今已經超過7天 結束日期仍不明朗 成了台灣航空史上最長的一次罷工 公會也不是不能接受 我們也希望公會趕快給我們真正的對岸 隨著公會態度軟化 表示八大訴求都能重新調整 罷工是否就此落幕 就要看27號上午10點 公會提出的具體對岸 如果順利下午或許就能和長榮重啟談判 記得桃園綜合報道